飄雨的荷丸山主峰 传来生日快乐歌 国三十五岁短发少女新颖 寒风中手都要冻僵了 上山不是追雪 这是她跟家人每年的生日约定 周六一大早背着吉他路过武岭 被记者发现 从两岁开始就每年都会上来 原来她已经连续十几年 每次生日前一周的周六 一定要来和欢主峰唱生日快乐歌 以前是乌克莉莉伴奏 今年首度背着吉他上山 2018年7月她出了一场严重车祸 半年后仍拄着拐杖 坚持延续和欢庆生 这个对自己的承诺 其实她早在三岁前 就首次攀登和欢主峰 当时累了躺下来 翘着腿 吸着手 爸妈抓拍到女儿这搞笑模样 原来他们一家人都爱爬山 新颖两岁多时 同言同语 怎么把爸妈妈登山照片里没有她 因此爸妈先带她爬和欢山 让身体适应高山反应 确认没有出现高山症 隔年再应女儿要求攀登玉山 甚至过小一年级时 女儿就骑单车环倒一圈 爸妈则陪在后面 一个负责在行李 一个负责她安全 国一暑假她也完成 徒步环倒之旅 今年新颖赵丽 在生日前的周六 攀登和欢主峰沁生 遇上超强寒流来袭 还飘雨 在这风声欲声 甲带些微冷到发抖的歌声里 听到了一个十五岁女孩 做好事前准备坚持不退缩的故事 TVBS新闻 许立凡 江军燕 李才颖 红采文南投采访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